大家好 我这盆月季现在已经差不多开拜了 那么很多花有在月季开拜之后 只是把这个长花给剪掉了 其实月季花后我们除了要剪掉长花之外 把这些地方也剪一剪 这样它第二波花能够开得更多更旺 那么我们还有哪些地方是需要修剪的呢 首先我们要先剪掉长花 剪掉长花的话 我们大概是从长花底部 大概第二对叶片左右进行修剪就可以了 大概就是在这个部位 其余的长花修剪的部位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大概在这个部位进行修剪就可以了 修剪掉长花之后 我们还有哪些部位是需要修剪的呢 那就是底部的一些过于密集的枝叶 一些弱枝 或者是一些过于密集的叶片 可以进行适当的修剪 因为这枝叶太过繁茂了 它会影响底部的通风透气 而且这些枝它也是长不壮的 也会消耗大量的养分 不利于这个月季后期的开花 大家看像这样梳理之后呢 底部的通风透气性就非常的好 如果有一些黄叶的部位呢 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下适当的修剪 修剪完之后 一般月季它在修剪之后啊 这个修剪的部位呢 很容易出现枯枝的现象 所以我们修剪之后 一定要做好这个杀菌工作 杀菌工作用上保护型的杀菌剂 带生猛性就可以了 因为它不仅可以杀菌 还可以在伤口出来形成一个保护膜 这样伤口的话呢 就不容易感染病菌 稀释1000倍 然后呢整株进行喷湿 而且后期呢 伤口啊一定不要再让它碰水 也不要强光爆散 以免伤口湿水严重 然后开完花后呢 我们要想让它第二波花啊 能够开了更多 这个肥一定要补足 用肥的话呢 用上这个真根状花型呢 有进养液就可以了 它不仅可以促进植株 长新根 又可以促进它花芽分化 这样呢 不仅根多根旺 吸收功能啊 也能够有效的增强 开花呀自然也就多了 将它与清水 按照1比500的比例 对水稀释 然后搅拌均匀 灌根就可以了 大概呢7天左右挂一次根 等到它分化出花芽之后呢 我们再停肥就可以了 等到伤口愈合之后呢 大家一定要给它充足的光照 然后保证充足的水肥 那么月季就能够很快的开第二波花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